欢迎来到王牌加载中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天杨若天 今天我又会带着你们来到嘉宾们的化妆间 准备了很多有意思的快案快答 还有一些检验他们网速如何的小环节 跟我走 欢迎嘉欣 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张嘉欣 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王牌吧 不是 我是第二次来了 对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新人演员张嘉欣 希望大家能多多照顾 谢谢 什么样不同的感受这一次 不同的感受啊 我觉得可能当时有点身色 这次就舒服多了 今天这个主题 你怎么看这个主题 我觉得吧 我挺金的 你挺金的 就是我不太容易被骗 但是我身边有很多人被骗 因为我小时候 我妈就一直跟我讲 外面都是坏人会骗你 对 特别是我小时候有个小手机 她就一直叮嘱我说 你手机不能丢啊 也得放好 然后我就自创了一个方法 就是比如说我坐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窗户 这边是那个走廊 来来往往的那个大巴车的走廊 我就会把耳机 一定啊 就是我一定得插上耳机 哪怕这个音乐调到最小声 我也一定要把它插进去之后带上 让它有声音持续的传出 然后并且啊 包斜跨包啊 一定不能这样斜哦 一定要这样斜 这样斜的话呢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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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的话 就能靠你靠着窗户啊 就它这里面的护住 对你能护住它 然后同时拉链的方向也不能 拉链方向不能这样拉 一定要是这样拉的 这样拉的话 你的线就能从里边穿出来 今天我们是现代装来的 非常的帅气 但其实王牌是一个 特别喜欢COS的节目 是 所以如果说给你个机会 再来这边COS的话 你会选哪个阵子 COS 就我如果想COS的话 我还挺想COS一下 齐天大圣的 哦 对 反差感大一些 对 就是让自己的脸上的东西 更丰富一点 就包括可能要做一些什么 毛饭 呃 如果能做 那当然就是更 更好了 脸上更丰富一些 对 对 因为 齐天大圣它还会有 对 导魔啊什么的 对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我们这个互动游戏的环节啊 好 来给你一些小考验 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快玩快打哦 第一题 飞机大碗点 录制大推迟 飞机 就我真的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在机场能够做 我觉得录制吧 嗯 你还是在一个比较 包括有朋友 嗯 也有你身边的朋友 呃 工作的伙伴 再加上你其实也在做你其实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你为什么选了飞机大碗点 选了就是你的 选了就是我 我我我想要的还是不想要的 你想要的呀 哦 我想要 哦 就是我想要那我就 我觉得录制推迟其实还好 ok 对 下一个 哇 砖头砸到大脚趾 还有右手手肘撞到桌脚 撞脚撞脚 撞撞那个 肘脚 实力啊 撞肘脚 撞肘脚 可能就是有的地方可能还是不太完善 哇我真的是明场面 撞桌的脚 好好好 我挺惊的 下一个 一个人在尝试一群人去荒岛 一群人去荒岛 为啥 我觉得至少是一群人 如果来选择一个角色挑战啊 黄晓明饰演的落魄律师 还是闫妮饰演的复杂多面的妈妈 那我觉得是晓明哥饰演的律师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角色职业给予一个演员的滤镜是非常重的 因为每个观众的脑海中都有一个她的律师 对吧 你所饰演的东西要让所有人都给幸福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 的事情 那妈妈也很伟大呀 那她那个角色我觉得真的好难 我天哪 非常有层次 而且我觉得妮姐真的把她诠释的 太好了 我其实在刚见到妮姐的时候 我其实也私下跟妮姐猜猜的时候 我说妮姐我特别紧张 我说我现在跟你说话 我的声都在颤 我说我特别怕我到时候就是 说台词的时候会不会 转不过来呀什么的 并且说没事 你就撒开了眼 就是你就正常我们该怎么演怎么演 但是其实我 我们走到那个空间里面 你一看到你自己的眼睛 真的我觉得我就入戏了 你就已经是自己了 对 她带她的一个眼神其实带给了我很多东西 所以你作为第一次大荧幕 碰到这样的对手演员真的非常好 都给你很多的刺激 对 还有指引 对 对 下面开始到了一些脑筋急转 好 第一题空着肚子能吃几个鸡蛋 两个 为什么 我吃不了太多 不是问你脑筋急转弯 弟弟 我以为是快问快答 脑筋空着肚子能吃几个鸡蛋 转不过来呀吃几个呀一个吧 为什么 因为没有水蛋黄很噎 咽下去 你这个答案对了 但理由应该是吃了一个之后你就不是空着肚子了 啊 来照这个方向玩啊 来第二题 哪种水果的视力最差 芒果啊 因为他忙嘛 可以可以可以 是吧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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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 哪个城市的电话永远打不通 宁波宁波宁波的电话已关机 宁波打的电话 哎呦 这个 这个放送很快嘛 宁波宁波 狗会汪汪汪 猫会喵喵喵 机会什么 机 狗狗狗 机会 留给有准备的人 哦 机会 哈哈哈 好 我们下一个挑战 随机抽取一张纸条 在规定时间内 用纸条上的词语组成一个故事 来 随便抽 抽一条是吧 对 诈骗图书馆插座 五秒钟之内 说出一个 逻辑不能混乱的故事 今天啊 我去图书馆看书 然后呢 突然发现 哎呦 我手机没电 我就一直在找插座 哇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插座 打开抖音 第一条视频就是关于诈骗的 啊 可以 啊 很好 反应很快 很生动 再来一个吧 纯爱战神 中秋节 键盘 键盘 有一位纯爱战神 在中秋节的时候 坐在电脑面前打游戏 因为太愤怒了 对手太菜了 把键盘给敲坏了 可以 萤幕几大挑战 好 好不好 根据给出的表情信息 猜出相应的词语 上来就很难 啊 三个字 找规律是吗 红 蓝 紫 黄 调色盘 不是 颜色多不多 多 彩多 多彩 第一个字是多 多 我都已经给你到这样提示了 就 再来点呢 看了我的眼睛 多 后面两个 大 没有 多 什么穿搭 多班 哎呀 来下一个 家 火 火对了火对了 防火墙 风嘛 哎呦你们的题太难了 你们的题怎么这么难呀 哦密码 这个是灯 流量密码 蓝椒 牛椒 宰椒 宰辣 牛辣 哇你们的这个题 太阳 阳 这是个啥呀 酷 太酷了 啊 太酷了 太酷了 我回去还得好好冲冲浪 我觉得 我刚刚还想说呢 我 我还特别爱冲浪的 就是我每天我就算再困 我躺上床之后 我都要看 至少五分钟 手机我才睡觉 光专严演技去了 可能是 对不对 你可以这么说吧 哈哈哈 好吧 下次再来 做客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第一轮是拟音题啊 你们只可以通过肩部以上发出声响 这很难 这只能声音和表情 给花花看一下 这是你音题 只可以用肩部以上发声 这个还有点难 我也觉得这有点难 来吧 挑战 开始 耳机拿掉 用 your 耳机 227 哈哈哈 哈哈哈 听啊 就这样这么高吗 很高 他一点都好细 再来一次啊 再来一次响 呃 就这些奇怪的声音 特别像两个外星人在街头 来了哥 哎你这个笑笑笑笑 哎有啊 高雅波 高雅波 大概吧差不多吧 我已经很完美了 磕磕 不知道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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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没这坏毛帮脸上了 哈哈哈 我先跟你说最关键的 呦呦呦 呦呦呦是啥 呦呦呦 哟哟哟 哟哟哟 哟哟 几个字 几个字呀 三个字 三个字 哟哟哟 哟哟哟 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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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这事啊时间到了 来小童 哟哟哟 哟哟 哟哟是人声吧 头发被薅着疼 小童 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这边耳朵 不遮住了 跟那个动作没有关系 你关注的都不是重点 所以唐哥猜出来了 猜出来了 唐哥猜出来了 不是因为他演得好 是因为你哥真聪明 他演了四个生效 三个没用的 就只有一个有效信息 打不开火了 没没气了 接近了 对再往上想 再往上想 再往上想 油烟机 抽油烟的 哈哈哈哈 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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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那个 中间那个 不得燃气道吗 哈哈哈 他干搜压他 哈哈哈 可以了 不能算对了 不能算对了 那当然不能不能算对了 我们演成这个样也不好意思算对 哈哈哈 不得不说 这是腾哥那么多年来第一次 面对这样的情况说 那我们真的就不能算对了 哈哈哈 都在成长 那这个不好猜 因为他的年龄 我要站那一秒就猜出来 你要是面对自己的表演也悬 哈哈哈 哈哈哈 哈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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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其实还行 挺好的 挺好的 也没演对啊 回来了一种演对了的气势 哈哈哈 那个搭火这身 是不是应该是 哦 你们从搭火开始演的 然后那是火起来 然后才开始 刺 噸 你们啊明顯你们年轻的 可能 可能没用过高压骨 堂堂它那个声儿其实特别像 因为它一开始那个 它是随着温度越来越高 那个气也是越来越足 其实它还是挺像的 哎呀 哎呀 我的妈呀 哎呀 哎呀 我的妈呀 得说是师兄啊 哎呀 哎呀 没有说你表演到位 只是说高压骨用的多 哈哈哈哈 接下来还是提问王牌女郎 沸沸为沙哥呈现一下这道题 这个难啊 这个难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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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说 师哥 这个演不好谁也不贵 天呐 挑战开始 嗯 三个字啊 三个字 主要看表演啊 嗯 这好猜呀 没完了啊 嘀嘀嘀 嘀嘀 哇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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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爪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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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 这是啥呀 滴堵 时间吗这是 时间过去了 然后还堵在那里 旁边走路的都过去了 走路上 就是因为你在堵车嘛 人都从你旁边走过去了 三个字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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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我觉得眼睛眼至今为止 一脸茫然 三个字三个字 打哈欠滴滴滴滴滴滴滴 哎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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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节奏来了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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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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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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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娃哥服脸了 CPU都烧了 从眼睛剪那儿开始就结束了 现在娃哥的大脑 就是刚才的高压锅 烧干了 烧干了 你猜一个 娃哥 猜一个 猜一个 体积大还小 体积太大了 不能用体积来衡量 是一种现象 我们可以请那个 我师哥再演一遍 对 我用手再演一遍 先看他们能不能猜出来 行吗 因为它是一种现象 其实很难猜 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 三个字明白了吗 为什么会打个哈欠呢 起床气啊 起床气也是 是不是啊 起床气 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是起床气吗 你看 这也是怒怒症啊 狂躁症 不能再演了 我都演出狂躁症来了 真的是一个现象 叫做打高风 你看看是不是一说都知道了 一说怒症你觉得 萨哥演的像 演的这次厉害 你那嘎嘎嘎嘎嘎 那不是汽车怎么变成嘎嘎了 一看堵车怎么办 打转向 绕道走 我以为是车堵的 还没穿高跟鞋走得快呢 不是 他这交通工具变了 你从车怎么变成骑马了 嘎嘎嘎嘎嘎嘎 干扰了啊 对 你这反正迷惑了 全怪我 休息啊 休息啊 这个确实比刚刚刚那个还要 演的好 欢迎杜琳 哈喽 好 刚刚我们已经录了一半了啊 今天 什么样的感受 觉得游戏挺多的 就挺 挺烧闹的 你平时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游戏达人 还是游戏黑洞 游戏黑洞 就是我是那种理解游戏规则 可能要反映一下 就是上手玩一轮 觉知此事须攻险 对吧 反射符比较慢啊 在路透的时候 这身服装已经上热搜了 确实是比较像菜 而且跟那个生菜就是 是一种玉 然后形状也很像 而且关键是今天那个猜词的环节 还把你和小头放在了一起 大红大绿 因为最近很多这个热播的剧都有你的身影 要不要分享一下那一段时间是不是疯狂的在横店不停的工作 是因为就是正好就在横店然后一直打工一直打工一直打工 我吃这个意思吧 所以你是一个很很卷的人 卷心菜 卷心菜 好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 快玩快打 第一题 长痘还是掉头发 长痘 我不能再掉头发了 我发气线已经抱不住 第二条 王牌的出印象和现印象 出印象就是很好玩 现印象就是很烧脑 一辈子不饿 一辈子不困 不困 不困 对如果不饿的话就没有机会尝到各种美食 少了很多乐趣 对 好下一个 敬煮前和杀青后必须会做的事 搬家 就是会收拾行李 收拾行李 去别的地方 拍照最喜欢做的三个动作 一 二 三 很机智 发的上一条朋友圈是什么 帮别人的电影宣传 好 那最后用三个词来安理一下王牌对王牌这个节目 我最怕这种三个词三连牌什么的 好看好看很好看是吗 对对对对 好看好看很好看 一定要看 谢谢杜琳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 欢迎大家来到本轮游戏一目了然 就是看你们如何能够辨别哪些是有害信息哪些是有用的真信息了 其实玩法很简单就是比手画脚 但是第一轮的要求是上来表演的人是腾哥吗 需要用英语加肢体的方式比划大屏幕给出的词 哈哈哈哈 完了 看到啥了 几个字啊 来 大开眼界 大开眼界 正确 好棒 可以了 当然 大开眼界 下一轮要来表演的是唐糖 她的这个不是英文了 她会用粤语表演 请出题 这咋说 你咋说 是个字 是个字 我好 好色 好 综艺蓝 不 董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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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魂伴侣 不是 谢谢江云 幸福灵犀 我的理解雷迪 我的理解雷迪 将心比心 正确 好 好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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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 好喜欢 另一个人 一个人 好喜欢另一个人 一剑中棋 不 一个 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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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后面一个男 宅 永远 一剑 包 包 包 福花谁贼 什么 福花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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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得会广东话 好简单 一部戏 五部戏 我和 一部戏 可以 海 好一身相谋 哦 我们俩都投实演过的一个戏 这听不懂啊 这听不懂 我觉得跟英语差不多 可能 好像不如英语 好像刚才还能明白 最后一题 有什么人 哪个人 他 他 更增 他可死 下死的时候 这个是 没下去的时候 他可死的时候 我国内相死 什么 国内相死啊 可以 你这么理解 你一旦决定了一件事 野鱼 我知道了 那个就是不要毁旗的那个意思 罗旗误会 罗子误会 就是恶 贤女下凡 贤女下凡 成余若燕 美若天仙 对 美若天仙 开队忘开 好的 各位 接下来我们进行的这个环节 叫做全员一致 顾名思义就是两队 要去找到你们彼此之间的默契 听一下游戏的规则 两队轮流根据我给出的人物 以及事物的名字 找出他们之间的共同点 然后写下来 如果团队当中有三个人一致 不用接受淋雨的惩罚 如果低于三个人答案一致的话 就要采用内部投票的方式 得票最高的那个人 代表全队接受淋水惩罚 如果出现所有的人都投向同一个人 但同时那个人又投给了自己 当事人免于惩罚 其余队友全部接受惩罚 好 接下来嘉宾队 选完了 陈都林和大白菜的共同点 你们看不出来吗 还需要我们写 那就一个字吗 这个就不用 这个我们不会受惩罚的 我知道了 特别容易 这你们对谁要猜不出来 谁就是内鬼 哇塞 这么严重 小明哥迟迟不落笔啊 一直在改 一直在擦 后面要不直接辣了 绿 绿 绿 我也是 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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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美味 我们后面但凡出现一个绿就稳了 对 嗯 来 啊 不知道 哈哈哈 那我写绿了不就临不了我了 是啊 那你写啊 哈哈 你写了吗 没写 没写 哈哈哈哈 百搭 啊 也啊 他不是在很多那个古装剧里面都演了别人的白月光吗 在所有戏里面都百搭啊 然后白菜也本身跟很多菜都能炒在一块吗 太好了 来让惩罚来的更猛烈去吧 啊 啊 小明哥到底怎么回事 这次来王牌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嗯 就是觉得这更像家了 原来就是 本来很熟了嘛 嗯 就是感觉很久没回家了的一个感 我就觉得大家这个热度 哎 在到达一个点上的时候 我就会在旁边 我也现在学会当观众了 也会默默地在那笑傻笑 原来不是 那原来是一根神经弦绷在那个上面 会紧张原来 对 不是 会跟着大家一起抢 顶着上 顶尖上那种 但是现在也不是了 有时候抽离一下也挺好的 抽离一下也挺好的 哦 反映镜头 对 也是一种镜头 对 我也当当观众也挺好的 你在不同的节目中也有很多cost 对不对 对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下一个cost会是什么 我真不敢想 我真不敢想 因为你们的脑洞比我大多了 因为全颠覆我三观的cost 你再回顾一下之前的cost 有没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 最深刻的我其实 就也有一期cost那个黄蓉那集 金哥哥 你仔细看到我 我是你的容儿啊 那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好 下面进入到我们这个快文快答的环节啊 第一个 微信喜欢发文字还是发语音 我更喜欢发语音 为啥 因为来得快 我没有时间去一个这一个这口 下一个 看到别人牙齿上沾了辣椒 会告诉他不告诉他 我会趴耳朵告诉他 我不会人多百种地去告诉他 我会考虑他的自尊 待在家里还出去玩 休息的时候 我待在家里 为啥 工作以外就是家庭 陪孩子 我觉得跟谁玩也不如跟自己孩子玩 最能是有收获 所以说我家孩子到现在 到什么时候的选择 跟爸爸玩是最好玩的 我每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特别有成就感 有一天他不跟你玩了 你就觉得这事大了 而且很快 长大很快 对 他说不跟你玩 可能就不跟你玩了 现在我就让他每一次都跟我有 一直玩下去的这个信念 我觉得可以一直玩 他可能长大了也喜欢跟你玩 同样下棋 下一下 我说哎呀 这步棋走得简直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说你这 你真让爸爸想不到 我说我怎么能够输给你呢 我越说他越开心 怎么样你不行吧 哎呀 这是大智慧 然后他在一煎熬的同时 我马上会吃掉他一个子 我说你看 你稍稍疏忽也不行吧 哎 还欲教于乐 游刃有余的去 在游戏当中教育了他 然后又让他感知到 跟爸爸在一起玩的快感 哎我真棒 哎我好感动啊 好继续下一个问题 没排练就上台表演小品 还有排练了 但是舞台被取消了 没排练就可以上台 下一个 小品舞台上忘词 还是观众不笑 我忘词了我也能想起来 我也用别的语言能垫吧一会儿 垫吧一会儿 然后一会儿想起来 我又能扯不回来 就在相亲衣里面就实现了这个 我忘词了以后就是海燕呢 你可长点 这话都是废话原本 是吗 我就是因为想不起来后面那句话 就应该这句话沉 结果出圈了 为什么这句话我沉的那么长啊 海燕呢 都在想词呢 你可长点心吧 这都是想词呢 就大哥这人对你多好啊 这才是真正的词 我才想起来 学到了 对 就完全就是因为这句 我我我现编的这两句词出圈了 这真的是 好接下来是脑筋急转弯啊 小蝴蝶变胖了 会变成什么呢 小蝴蝶会变胖了 对 胖蝴蝶 胖蝴蝶是什么呢 胖乎乎 不是 不是什么 发蝴蝶 发蝴蝶 哎呀 哎呀这种邪神梗啊 我天哪 好下一个不写印了啊 小王 嗯 剪了中分 嗯 变成啥了 王中分 哈哈哈哈哈哈 小王输了个中分 对 对 输了个中分 变成啥 王八啊 对 有点那个意思了 不是王八 小泉 小泉啊 啊 你看一个人下面一个王嘛 中分在脑袋上 啊 好 为什么许仙给白娘子买了顶帽子 白娘子会觉得头重 因为她是个蛇呀 嗯 鸭蛇帽呗 嘿嘿嘿嘿嘿 是的 下一个游戏 根据给出的表情信息 猜出相应的词语 那俩字 俩字啊 嗯 躺着呢 嗯呢 啊 躺平 哇 下一个 哇 这个难呢 但 房 饭 炸中心 煎 锅 锅房 饭 炸中心 国家反炸中心 哎呀 家伙机 哈哈哈哈哈哈 火对了 嗯 家 防火墙 哎 来 下一个 不理心 哎呀 厉害 还挂了呀 哥 三剑 三剑 对 离谱 蟹眼包 三个猴啊 哈哈哈哈 三个人拿个 拿个剑啊 对 在那个基建 三剑客 其实也也不错 对啊 也不错 它其实是那个退退退 哦 不是基建 然后再往后退 那其实退是一个坏一个老太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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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可以 这个好玩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 随机抽取一张纸条 在规定时间内 用纸条上的词语组成一个故事 今天我要抽一个上上签 上上签 来 王牌 讲真 不可能 王牌的所有嘉宾们上了台以后 讲真话是不可能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觉得很很到位 很中肯 对 因为玩游戏 大家谁能讲这种话呀 对 好 OK 我们再抽 OK 中奖垃圾桶飞机场 我把一个中奖的彩票 扔进了垃圾桶 然后赶奔飞机场 太棒了 谢谢宝哥 下次见 好 下次见 谢谢 大家开心啊 好 开心 小童要搭给谁 霓山哥 然后让独独帮我打 哦 好像 你 呀 好像 这个像 你把这个像 好像啊 为什么 喂 丁耀张老师啊 开着视频呗 我在床上躺着呢 哦 是这样 我回去跟我约了酒 你怎么改口音了 我也 哈哈哈哈 来 结束 咱们 好 没关系 小哥 来这里 三二一 茄子 西瓜甜甜 好 谢谢 小哥 先走 很开心 约到苏联系 谢谢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王牌加载中 如果说你们有什么问题的好点子 游戏的好点子 可以在弹幕或者我的微博告诉我